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本来想 只要我这么一个劲儿对她好 她就会答应我 她就会跟我同意过在一起 但是一个多月前 跟我说了一句话 我和我的朋友要去国外打工了 所以你一起就跑这儿来了 对 我一直找她 我一直找都找不到她 她朋友也跟我说 说你不要再找小秦了 对 然后说你放过她 你有没有伤害她的这个方法 是啊 我也不知道啊 然后她就说 让我不要再找她了 但无论如何 最重要的一点是 你喜欢小秦 对 但小秦是不是喜欢你 她要是不喜欢我的话 她可以直接拒绝我 但是她没有 她总是跟我说 她配不上我 她不想连累我 你们觉得小秦今天会来吗 对于一个女孩来说 有一个男人给你表白 不管行与不行 我先过来听一听 对不对 我觉得这个女孩不会来 首先她们身高上面是有差异的 这个女孩肯定是有这个自卑的心理 她可能之前会受过这个感情的这个创伤 因为这个身高方面的这个差距的话 对她心理造成了这个一个心理阴影 姚明高 难道姚明也找一个2米2的吗 身高根本就不是差距 她是先有喜欢的感觉 后面她才会往后想的 如果她没有的话 她不会讲这样子的话 我觉得这姑娘有可能都没有往这方面去想 她只是很单纯的客户关系 你们的思想为什么那么复杂呢 其实很简单 就是这个男孩喜欢这个女孩 人家没说要到结婚谈婚论嫁的地步 在一起而已 但是我现在说的也是很客观的一个事实 你能够去克服这个女孩的自卑心理吗 关于感情我觉得真的是没有界限的 但是婚姻可能它涉及到很多的方面 我还是建议你慎重考虑 相爱是一时的 可是你不相处是一时的 其实她从头到尾内心就是很自卑 她没有办法接受说跟你在一起之后 周围人的眼光怎么看待她 结合不合适 只有自己的脚知道 不要在乎别人看什么 你是否真的介意她的身高 真的不介意 来请站在开启告白这门的按键旁边 她要问你几个问题 如果小秦今天不来 接下来你怎么做 我会站在这舞台上告诉她 我是真心的喜欢你 我真的很希望你能够做我的女朋友 我希望她有一天会看到这个行李 我会让她知道我真心 她会继续的 对 那如果小秦来了之后拒绝了 她说我并不是介意我与你的身高差 而是我根本对你没有感觉 你不过是我一个普通的客户 你怎么做 如果她真是这样 我想我会祝福她 你会祝福她 好 如果小秦答应了你 你老板不愿意把你调到广东去怎么办 死掉工作 死工作 对 如果小秦说 对你确实是有点喜欢 但是她当下的最大的任务是要出国 你会等她吗 我也很有可能跟她一起去 你跟她出国啊 对 你有点太冲动了吧 她出国就打工 你能干什么 我要保护她 如果小秦拒绝呢 不要你保护 我要独自的去国外闯荡 你要等我你就等 那我会等她 你会等她 对 小伙子还是有点不成熟 有点痴呢 好 总而言之吧 勇气可嘉 看看小秦青天 会不会来 让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 5 5 4 3 2 1 请安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说一说我是不是在骗我 嗯 不是骗你的 我希望我们两个都有一个新的态度 对这个难受 有动过心 不知道 不知道啊 不知道三个字已经很然明了 我来问问小秦你自己内心想的是什么 我以前也有过这么一段感情 也有一个正常身高的男朋友 我们一起去逛街的时候 走在路上 很多很多的异样的眼光 后来那个男孩子 全球放弃了 可能他压力太大 而且给我的伤害很深很深 我悄悄地问你一声 原来的那个正常身高的男生 在最开始追你的时候 他是否比当初的那个男生更坚决 是的 但是现在不代表以后 现在他可以很冲动的跟我说 他不会孤立那些 但是 这不保证以后 嗯 以后他也会这样子 你们大家看见了吧 他是曾经受过这样的伤害 所以今天才会有这样的顾虑 但是谁也无法保证 明天会发生什么 你也无法保证 匆匆那年十几年 谁又知道将来的感情 是不是一场匆匆呢 是吧 所以我非常能够理解 但是我认为 人毕竟要继续 感情必须要来 上一次的问题 这次未必会重复出现 但我们定能够接受教训 思考成熟一些 我们这样 我们不管别的 我们先好好想一想 或者好好听一听 他会说些什么 来 请站到你的位置 接下来是林志强的告白时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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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栏目 那难道你找一个像你正常身高的人 他以后就不会伤害你吗 只有我们正常身高的男人就会伤害你吗 你不要这么想 好不好 我是真的爱你 我真的喜欢你 我真的很希望你能成为我的女朋友 相信我 我真的很希望你能成为我的女朋友 我怎么说你才能明白呢 要是没有我 你会过得更好 没有你我才会过得不好 我曾经是什么样的你不知道吗 是你一手把我从里面拽出来的 我真的很希望你能答应我 我真的不想给你压力 你给我带来什么压力 你不要总结在这个问题上好吗 配不上 我知道你帮了我很多 我真的很谢谢你 我也很高兴认识你这样一个朋友 但是我们也只能做朋友了 小秦 小秦 你现在只需要担心一点 你到底喜不喜欢他 我不知道 但没有拒绝就是喜欢 在一起 永远一点 我真的很爱你 我真的很喜欢你 真的很希望可以做我的女朋友 你设观看 пог国民主乎 我听说 这就是 不 请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